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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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亮 今天要來教的是 我最常在 也不叫最常啦 我很常在這個實況上面玩的角色 就是蝙蝠俠 這個角色我必須說他不強 但是呢 他玩起來會讓我們心情非常的好 只要選出蝙蝠俠 我就覺得我這把心情好好 就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 這就是所謂的 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 那蝙蝠俠呢 基本上 還是很看陣容出的啦 舉例來講 舉例來講說 這一盤 有史蘭茲 那基本上我們目標明確 目標明確就可以選出來 那會打得很開心 非常的開心 蝙蝠俠的奧義基本上是帶 百川刺殺 然後 帶一個這個 死亡詛咒 傷害就是夠了 那我喜歡帶幾種 那看要帶什麼其實沒有一定 然後蝙蝠俠的前期是很強的 他跟人家對尻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力 他這個可能要死了 他沒了 因為我一級太強了 他跟我對尻就是 人要沒 更別說他被我先搶到了二級 我這個飛鏢隨便丟他就是死 這盤看起來是開局勢相當的順利啦 蝙蝠俠我個人是建議 主點 其實主一主二 我覺得都可以啦 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那主要我們遊戲是四級開始的好不好 我們四級之後就可以搞事情 這邊因為路途還很遙遠啦 我還不需要隱身 再等一下 差不多這個時間點隱身 然後趕快買鞋子 趕快買鞋子 出發 這裡肯定是有得搞的 OK 他其實一個人就夠了 但我就是陪他來吧 這地方我會先選出 選出遊蕩鞋啊 這樣子才可以體現出 我們這遊戲最快樂的精髓 遊蕩鞋讓我們可以跑得非常非常的快 他跟我打起來 那就是被我爆打 基本上是這樣 這悟空會被我秒 他想換我的血 那你看我讓他砍 我也不給他換 他換血 然後死去 OK 沒問題 有沒有看到 剛才我也沒有打他的意思喔 我就讓 我就跟他尾隨一下尾隨一下 白目一下 蝙蝠俠的關鍵 他回血的關鍵 就是你每一隻小兵 你要分開 分開的時候打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 假設我二技能丟三隻小兵 我先打第一隻 再打第二隻 再打第三隻 這樣子我的 回血是可以提到最高的 這邊我這兔子可以殺 所以我趕快跑上來 基本上要解決掉了 他沒救了他 好猛 可以嗎 哇 有點尷尬 哇 我 我這個都沒打到他 有點尷尬 有點尷尬 反正我們出完破陣之後 這兔子就是隨便我們了 說實在是這樣 這地方兔子又要死了 來了 OK 這地方殺到兔子 我們就滿足了對不對 我們這邊要怎麼打 你們知道嗎 核心 蝙蝠俠的重點來了 這邊我的大招是19秒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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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重要 小兵一進這兩個都要死 先殺一個 再殺一個 OK 沒有問題 對不對 我們下塔 重要嗎 一點都不重要 這地方 他減一滴 而且又回魔 那奎倫不需要的狀況下 我們吃掉 他是不會說什麼 基本上 基本上是不會說什麼 這個正常人都不會 這邊可以運作 應該可以死 剩一滴 哇 沒死 哎呀 很可惜啊 沒死啊 打得不好 打得不好 這手打得不好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我覺得我 稍微有點忘記我要做什麼 我的目標是要殺這個 是要殺這個死兰茲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應該繼續找他麻煩才對 從現在 此時此刻開始 我不會對任何人 有任何的想法 我只想殺這死兰茲 這邊他有很高的GP在紅鬚 那這個牛魔王是相當的保護嗎 還推啊 他還推耶 那我這邊要出來了 相當的危險 相當的危險 我這個 也不小心會死啊 他把他死保著 我就真的很難殺 找到了 哇 他這個跳 太快了 蛤 哇 我發現死兰茲這個 好像有點 有點 太會跳了耶 他這個跳我處理不起來耶 為什麼 飛不到 飛不到 那就不能這樣子打 那我覺得我打法有點問題 我打法有點問題 我打法有點問題 哇 這死兰茲 他這個跳我好像 這個沒有那麼好殺 我需要貼到很近 然後 用普攻打出露旋 這樣子會是最好的選擇 他不跟我一起打這颯枷 颯枷剩一隻血 我感覺節奏稍微有點亂 我們這邊需要整理一下 這個地方我的經濟值只有7800 那死兰茲有8600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不然用任何手段 只要能夠把他殺掉 我們其實都會賺 他也是站得很保守 他也不出來 這個位子他會來 等他 等到了 雖然我終於等到了 但是隊友死後 奎盧還在 我覺得我這個血量可以再殺一個悟空 我根本不用看我就抓他在裡面 這根本可以再殺一個蘇 沒問題 那這頭牛也是沒辦法避免 沒得好 來這個地方蝙蝠俠關鍵 回血關鍵 怎麼回血 讓我回一下 OK 回兩滴 可以 他只能走回來 他還沒怎麼辦 臭 哇臭勒 哇這史蘭茲這麼難殺啊 沒想到耶 沒關係 我們這盤不會輸 死蘭茲我來了 死蘭茲 蹦 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啊這盤我覺得打的不是那麼快的 不過 還OK啦 還OK還OK 會很難過 是嗎 不是